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今日影片会和您聊到 吃下工业染料苏丹红怎么办 贩毒、参毒的报应是什么 哪15种食物最容易被参毒 近日经传致癌物苏丹红流传全台湾 除了知名零食重标外 民生食品例如鸭蛋黄、豆腐乳或常用辛香调味料 例如辣椒粉、麻辣药膳汤粉、新疆孜染粉、肉汤粉等等 也都陆续检测出苏丹红 苏丹红为一种工业用染料 属于脂溶性毒物 会抑制体内某些酵素的代谢 若服用过量可能导致肝脏肾脏功能受损 以及皮肤过敏等问题 所以不得添加于食品中 目前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归类为第三类致癌物 若要避免购买到有添加苏丹红的食品 应该避免颜色过于鲜艳或价格低于行情太多者等等 把苏丹红吃下肚怎么办呢? 如果不幸摄取含有苏丹红的食品了该怎么办? 可多加补充如青花菜 因为其植化素可提高酵素活性 以及当令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例如草莓、橘子、柳丁、枣子等等 以及植物油、种子类坚果、深绿色蔬菜 与富含维生素C的豆类等 都是天然抗氧化剂可适度使用 另外过往有实验证明 益生菌有助于培养肠道好菌 可以透过无糖优格、乳酪、纳豆或泡菜等发酵食物摄取 等一下影片后方还会和您谈到 有哪15种食物也容易被加入有毒物质 一定要留意 至于这种明知危害又固犯 被害人又天文数字的不效厂商 患烈的报应是什么? 所谓人间私语天文若雷 暗示亏心神目如电 阴间律法早就等着这帮眼中只有钱 却没良心的商人 这些不效商人除了现世报外 还可能祸及子孙报 接着就是更惨烈的地狱报 前世贩毒参毒今生又吃又赏 古语云 善二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即使今生无可报 来生也得报完全 在一个小山村里有一户贫苦人家 中年的母亲脸上常常带着愁苦的表情 尤其是当他看到自己那个十多岁吃傻的儿子时 本来就痛苦异常的心 就像被针砸了一样疼 而小男孩呢 不是被东西砸破了头 就是弄得灰头土脸让人哭笑不得 大便他也敢抓起来吃 尿他也敢端起来喝 真可以说是傻到家了 这位善良的母亲 以包容但仍有一丝不明的心情问自己 我前世究竟做了什么孽 跟这个苦命的孩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然为何我也要连带受这份煎熬呢 母子怜心 不管孩子怎么傻 她对孩子的爱心与关怀是无可怀疑的 但由此也更引起她的无边痛苦和烦恼 是啊 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聪明活泼又可爱 但却偏偏事与愿违 因此她常常感叹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 有一位高僧偶然路过这里 母亲向她吐出了满肚子的苦水 那位高僧对她说 女施主请不要怨天尤人 无语云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你的孩子在多事前非常的聪明 但可惜的是 她的聪明用错了方向 她一开始在市集贩卖 参者有毒材料 看起来美味的食品 给许多不知情的人 后来改行从事毒品生意 贩卖大麻 鸦片 抹取暴力 坑害许多人 成立于毒品的深渊中 弄得多少人家 欺凌子散 家破人亡 害人即是害己 最后她自己也伸染毒瘾 而悲惨地死去 母亲又不甘心地问 如此说来 她前世已遭恶暴了 可是为何现在她 那高僧长叹了一口气说 唉 因为她一生所造的恶业 实在太多了 所以需要多次轮转为动物 去承还 另外 她所贩卖的毒食物 毒品 曾经脏毙了无数人的脑神经 因此此生当承受智障 吃傻的果报 母亲痛心疾首地又问 我可怜的孩子 报应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高僧 您说说 我这个做母亲的 前世又是做了什么孽 才连带受这份罪呢 高僧又常叹一声说 至于你这个做母亲的 在那世 是她的帮凶 虽然你不是主使者和决策者 但你却协助她执行了一些害人的勾当 因果有各业共业之分 各业由个人自作自受 独自承担 而共业则由共行者共同承受 由于此事因缘结伤了 你这个做母亲的和她 就必须共同来偿还这共业的债 由此看来 善恶的报应 真是如影随形 丝毫不爽啊 昔日贩卖毒食物及毒品 脏毙人的脑神经 此生业力反转 自己承受被智障的果报 因果的纤细彰显了 善报恶报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味道而已 震惊啊 这15种食物最容易被参毒 高居榜首的居然是它 俗话说 祸从口出并从口入 如今四个饭都要千条万选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吃到的 参了毒的食物 现在的很多食品都存在安全隐患 既然食品安全不能完全保证 那么练就一双火眼金金 就显得相当必要了 下面的15种食物一定要特别注意 是最容易被人参毒的 第一 干辣椒 提醒 这担心硫磺熏过 颜色不能太亮丽哦 识别的方法 硫磺熏过的干辣椒 亮丽 好看 没有斑点 正常的干辣椒颜色是有点暗的 另外 用手摸摸看 手如果变黄 是硫磺加工过的 仔细闻一闻 硫磺加工过的 多有硫磺气味 二 海带 提醒 这担心化学品加工 特别绿的不要买 识别方法 海带肥肥的颜色特别绿的 还很光亮 这很可能是用化学品加工过的 一般海带的颜色是合绿色 或是深合绿色 正常情况下 新鲜海带通常经开水烫过 在晾干处理后 颜色是灰绿色的 四 蘑菇 提醒 这担心漂白粉泡过 雪白透亮 重看不重吃 识别的方法 有的蘑菇 雪白透亮 利土未沾 价格还便宜 很可能用漂白粉泡过 重看不重吃 好的蘑菇生长在草灰里的 难免会沾上草灰 而且正常蘑菇摸上去 有点黏糊糊的 漂白过的蘑菇摸上去 只是光滑 不会有腻腻的手感 四 水发食品 提醒 这担心甲醛泡发 一握就碎 识别方法 常见的 有水发蹄筋 水发海参 水发酸鱼等 不法之徒 常利用甲醛或 双氧水 来加工水发食品 我国 严禁以甲醛 作为食品 防腐剂的食用 鉴别时 一是看 如果食品非常白 体积肥大 应避免购买和食用 二是纹 甲醛泡发的食品 会留有一些 刺激性意味 三是摸 用甲醛泡发的食品 手一握 就很容易碎 五 虾米 提醒 担心用甄处理 要选甘爽不粘手的 识别方法 有的商家在虾米发炒后 用甄加以处理 使其表面 与一般虾米无异 所以 挑选虾米时 一定要选甘爽不粘手 味道有清香的 细闻一下 若有刺鼻气味的 不要买 六 西瓜 提醒 这担心激素吹熟 紫是白的 识别方法 用了激素的西瓜 瓜皮上的黄绿条纹不均匀 切开后 瓜肉特别鲜艳 但瓜子却是白色的 吃起来没有甜味 这种瓜 亦出现歪瓜机果 如两头不对称 中间凹陷 头尾膨大等 表面有色斑或色差大 食用西瓜时若发现口感不好 尤其是舌头有麻感时 应该立即停止食用 七 枸杞 提醒 这担心硫磺熏治过 有酸苦味要警惕 识别方法 颜色特别鲜红的 光光亮亮的可能是毒枸杞 天然枸杞的颜色一般是略发暗沉 略带土色的 毒枸杞摸上去 有粘腻感 天然枸杞则相对干燥 另外 天然枸杞酸中带甜 而毒枸杞则有很重的酸苦味 八 豆芽 提醒 这担心化肥浸泡过 不能选太粗壮的 识别方法 自然培育的豆芽 芽身挺直 芽根不软 有光泽 而且白嫩 稍细 不烂根 烂尖等现象 用化学肥料浸泡的豆芽 色泽灰白 芽杆粗壮 根短 无根或少根 豆粒发蓝 如将豆芽折断 则断面有水分冒出 有的还残留有化肥的气味 九 大米 提醒 担心 以工业产品 白蜡油和矿物油 抛光过 限量无比 可能有毒 识别方法 购买的大米 限量无比时 很可能 大米是用矿物油 抛光的 用少量热水浸泡 这种大米时 手碾汁 有油腻感 严重者 水面可浮有油斑 另外 仔细看 因为上油抛光了 米的颜色 通常是不均匀的 仔细观察 会发现米粒有一点浅黄 十 银耳 提醒您 这担心硫磺薰质 并非颜色越白就越好哦 识别方法 银耳的色泽并非越洁白品质越好 银耳经硫磺薰质后可去掉黄色 外观饱满 充实 色泽特别洁白 但存放时间稍长 大约10-20天 又会因为与空气接触而氧化 还原为原来的黄色 进而发红 选购银耳时 可取少许是常常看 若舌头感到刺激或有腊味 这可能是用硫磺薰质的 提醒 这担心泡过明反减水 若有怪味不要买 识别的方法 蒸木耳略绝后纯正无异味 并且有清香气 甲木耳通常都有餐甲物的味道 例如有色味 说明用明反水泡过 有咸味 食用咸水泡过 有甜味 食用甜水拌过 有减味 食用咸水泡过 12.毛肚 提醒您 这担心双氧水甲醛泡制过 又白又大的 千万别吃 识别方法 特别白的毛肚 是用双氧水甲醛泡制 三四天才变成白色的 购买时 如果毛肚非常白 而且体积肥大 应避免购买 用甲醛泡发的毛肚 用手一捏 很容易碎 加热后迅速萎缩 应该避免食用 13.茶叶 提醒您 这担心 千个氯染色 提防颜色太鲜艳 识别方法 千个氯是一种工业颜料 具有毒性 正常毕罗春色泽 比较柔和鲜艳 加千个绿的毕罗春 发黑 发绿 发青 发暗 用开水冲泡后 正常毕罗春看上去 柔亮鲜艳 加色素的看上去 比较黄暗 另外 正常的毕罗春 茶叶上有白色的小绒毛 着色茶叶的绒毛 则是绿色的 14.腐竹 提醒您 这担心加入吊白块 识别方法 吊白块是一种工业用增白剂 不法分子 为了让腐竹变白 光洁度提高 韧性增强 违规参入有毒物质 吊白块 吊白块能够改善食品的外观和口感 但加热后 会分解出剧毒的致癌物质 合格的腐竹为淡黄色 蛋白质呈纤维状 迎着光线 能看到一丝一丝的纤维组织 捏一捏 一碎的腐竹质量比较好 取几块腐竹在温水中浸泡 变软而且泡出的水是淡黄色不混浊的 即为直优腐竹 15.黄花菜 也就是金针花 提醒 这担心硫磺熏制 色泽迷人不正常 识别方法 为了延长存放时间 不法商贩就用硫磺熏成货 变鲜变干 而氧化硫超标的干金针花 多成浅黄白色 因为金针花经过 鲜菜到干菜这一制作过程 其色泽应该越来越深 色泽迷人的干金针花 多数为二氧化硫严重超标 其外表浅黄浅白 均属不正常 而且有刺鼻酸味 使用黄金针花前 最好先用清水浸泡30分钟以上 再用清水冲洗几遍 原来食物里可能隐藏着 这么多惊天秘密 我们拒绝参赌视频